我们现在在公投法 我们在2020年冬季奥运 台湾证明 我们在台湾的领导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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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华台北队 我们在台湾的领导选举 台湾的领导选举 我们在领导选举 こんな相互的领导选举 我们在深 интересの中华台北 大采派议举 hierarch然暄走 我们在台湾的领导选举 就是闪张杭森 2018年 上海円 到来的冰孽 在7月2020 东京奥运 台湾正名 都任何塞 我们说 中华台北队 马上马上明儿拉 跟台湾队 自宣布 2020年东京奥运 台湾人民公投 正式起跑 苏南 1968年 国南跟墨西哥奥运 在三老塞骨 80公尺 跨栏 在朝一记证 我们的选手 就一直以来 以中华台北 跟慧奇跟慧哥 在参加 国际的赛事 我觉得对我们选手来讲 这是非常的委屈 非常的屈辱 也是非常的无奈 我们在2020年东京奥运 台湾人民公投 这种方法 有点满意 但在北京都没有 而且有点难以为 在台湾的监制 我们在台湾人民公投 从每个人都没有 我们在新农村 都是没有 我们在台湾都没有 在台湾都没有 我们在台湾都没有 我们在台湾都没有 在台湾都没有 我们在台湾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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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妨是篮球或是职棒等等 都在国外有优异的表现的 台湾原住民这些运动选手 那么都不能宣称自己的家 台湾这个名字 这个是一种不尽 那么这是一种伤害 这是2020东京奥运 台湾证明行动小组 巴特里本 幼山跟本外养 跟巴比隆跟华原 巴卡罗跟随不然 瓦斯卡跟公图 这是提案 跟马鲁 这是联署跟摩拉西 马鲁卡罗跟普鲁鲁 跟阿弥安 有点大加沙特加兰 这是宣教 不加沙特 是宣传 跟公图 这一边 非常一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